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轻名的再深度的研究一下 你就会发现波兰这地方 有着好多好多不同的文化历史 还有很多的名人 也曾经在这里生活着 今天我们很荣幸 邀请到的这位老师呢 他从事波兰文化研究 以及波兰语教学 大概应该有十几年以上的时间了 17年以上的时间 同时他现在目前还在 台大跟政大教学嘛 那有趣的地方是呢 太喜欢这个地方了 太喜欢波兰这个地方了 所以呢他现在会利用暑假的时间 也带着很多的朋友 来到波兰这个地方 分享这个地方的美好的人事物 今天我们就先邀请到 这个波兰游学团 同时也是波兰深度旅游的 创办人陈英慧 Emilya老师 老师好 你好 家爱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哇我今天很荣幸邀请到老师 因为老师的背景 非常非常的资深 因为您从事波兰的研究教学 有17年的时间之外 你在波兰本身也生活大概有8年多的时间 然后同时你也算是我们这个两地 算是一个外交的推手 可以这么说吗 之前跟前总统在这个口译来讲的话 老师也提供了很多的协助 很高兴可以帮得上忙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不管是对这个文化有深度的喜爱 然后对这个当然语言上也是 非常的资深的一个研究 当然今天就要带大家来到波兰来走一走 同时也先请问老师 对波兰这个地方 你是为什么跟他结下这么深的一个缘分 除了学习除了求学之外 对 其实我刚到波兰这个机会呢 这个是一个很突然的一个机会 其实我原本是念俄文 我是在俄文系毕业 那怎么会 那在念俄文的毕业了之后啊 其实在当时 也跟俄文相关工作其实不多 所以在毕业之后 我反而不知道做什么 俄文相对比较冷门一点 比较冷门 对现在好很多了 但是在当时真的是找不到工作 所以呢 在当时我就 在毕业之后 妈妈就推荐 就建议我说不然 不然来考高考好了 考高补考 参加国家考试 所以我就开始准备国家考试 那结果呢 在准备的大概半年之后啊 学校就寄来了一张通知书 说现在有一个波兰政府奖学金 有机会可以到波兰 那其实呢 我收到通知书的时候 我是完全没看到波兰 我只看到奖学金吗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我看到的是 它底下的考试科目是俄文 哦 对 对 但是其实 这么特别 其实在波兰是不讲俄文的 对啊 对但是在当时因为也很少人去波兰 那如果能够有相近 比较相近的语言 那大概就是俄文了 对同样是斯拉夫语 所以我就看到俄文觉得说 我好像我念的东西 终于有派得上用试 所以我就很开心的 就去报名了 OK 那就准备考试 考完试之后一个礼拜呢 学校就告诉我说你考上了 然后准备去波兰 那这个时候我才想说 我到底要去哪里啊 才想说波兰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才开始研究它 我爸爸还甚至想说 波兰到底在哪里 还去买了地球仪 翻也没有什么Google 对对对 然后就在翻说波兰在哪里 然后发现是一个将近一万公里远的地方 离台湾很远 是 对那当时大家呢 其实几乎所有的人都告诉我说 不要去好了啦 这么远的地方 对 那而且这个地方是 是原是别 是不是 它是共产国家 听说好像是共产国家 其实已经不是了 好那 几乎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叫我不要去 但是 但是我的 我的亲人 其实我的舅舅 就告诉我说 很少人有这个机会 可以到一个这么特别的地方 那当时奖学金是为期一年 所以 就是说那你就去一年 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再回来工作 反正不喜欢 再回来 再回来工作 还有几十年的时间要工作 九九这句话好像蛮中肯的 这就有点像我们常常跟很多朋友讲说 旅行这件事情 有时候也是一种冲动 对 就有这个机会 那就去走走看看吧 那种感觉 对 那我就是因为 舅舅的这一句话 就决定成行 然后就出发 出发之后 没想到你就爱上了这个地方 对 没想到一刚开始是真的很辛苦 因为要学习一个完全不同的预言 对我本来问这个学长姐说 波兰是不是讲俄文 那当时因为大家不是很了解 所以大家说没有问题 那边俄文都可以通 他在骗你吗 结果第一天到以后 发现它是完全不同的 而且波兰跟俄国 其实在历史上 有很多的纷争 所以互相是 有点敌对的 所以讲俄文绝对是不行 OK 那英文应该通了吧 英文当时也很不同 对 因为当时波兰 其实当时候我去的时候 是西元两千年 那他从共产制度走出来 大概也才十年的时间 所以那个时候呢 英文其实不是很普遍 所以就是用英文也不行 用俄文也不好 中文更别谈了 中文就别谈 真的是别谈了 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 只能很认分的开始学习波兰文 刚开始是很辛苦了 但是大概在三个月半 大概三个月到半年之后 我发现这个地方 我发现这个地方很吸引人 怎么说 尤其他非常 他不像 因为我以前也去过俄国 去交换学生一年 俄国就是什么都很大 国家也很大 腹地也很大 对 然后也是一个 就是一个帝国的 这样子的气势 可是那波兰呢 他非常的小巧玲珑 虽然他的国家是台湾的九倍大 但是呢 他是对我来说 相对于其他的大国来说 他是比较 他中型的国家 那他比较精致 比较小巧 那所以呢 去了之后觉得说 这里的人 个性也很不一样 他就是 我常常会跟学生说 他就像是在欧洲的台湾 台湾人 他波兰人非常的热心 很敦厚 心地很软 很宽容 所以我是 除了美丽的风景之外 我很快就被他们的人 的个性给吸引了 被人情味给吸引了 对被人情味给吸引 然后受到他们很多的帮助 所以我就觉得 我好想留下来 只差没有在那边落地 我本来以为会 不过回来台湾之后 我想也许就是这样的一个信念 也让你对这个地方 就是恋恋不忘啦 对 所以现在每年也都会有 出团的机会 带着大家去玩 带着大家去旅行 说到去旅行 跟念书生活 感觉就不太一样了 不太一样 就要把那里的景点 跟比较特色 或者是很值得 被大家走访的一些地方 跟更多人分享 对 其实我觉得跟您的背景 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您本身就研究 他们的历史文化的背景 还有语言学嘛 对 所以其实你会了解 很多他们的一些 比如政治啊 邦交啊 所以跟着你去玩 感觉可以听到很多的故事 有好多好多故事 要告诉大家 好好好 那我们就先从故事开始 我们先了解一下 他们这个旧的首都好了 好 华沙这个地方 是一个什么样的 华沙呢 现在来说 它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那它其实不是一开始的首都 其实在十世纪的时候 首都是在南边的一个城市 叫做克拉克福 那在十六 十六世纪末的时候呢 他们的国王就把首都 迁到华沙来了 对 就迁都到华沙 那所以从1596年开始 成为首都到现在 大概四百多年的时间 历史也是悠久啊 历史很悠久 其实是 边边就好几百年了 对啊 对 那在迁都到华沙之后 这个城市就开始发展 那发展到后来呢 尤其是在二次大战之前 二次大战是1939年开始 在大战之前 尤其在整个三零年代 1930年代 它甚至被称为是北方巴黎 哦 对 一个很时尚的一个城市 那非常的时尚 非常的流行繁荣 还有它的绝代风华 所以华沙是一个 很漂亮很漂亮的地方 那但是很可惜的 就是二次大战开始了之后呢 崩坏 整个被蹂躏 当时就是西边有纳粹德国进来 东边有苏联进来 被夹击 对被夹击 这个两个国家 其实夹击他们很多次 对所以 所以这样在 这二次大战的这个夹击当中呢 布兰又被划分 被撕裂 那尤其是华沙 它是在德国的控制之下 那整个华沙就是华沙人 它是等于是被当成二等公民了 那在最后呢 那当然这个整个二次大战 一直不停的在进行 那最后华沙人他们受不了了 他们在1944年 也就是大战结束的前一年 他们站起来反抗 对 那就是华沙起义 对 那反抗 他们很英勇反抗 因为他们其实有的东西非常的少 我们有一个资料 就是显示他们 这些义勇军 每13人才有一把枪 所以其他人打仗都是 可能用石头啊 或是用一些比较很基础的方式去打仗 那相较来说 德国人是军人是 每人都有一把机关枪 那真的是 那真的是非常 一定会赢啊 对 所以在打了63天之后呢 华沙人是主动投降 因为他们觉得 不要再有更多的伤亡了 那但是希特勒这一边呢 德国这一边 他们觉得非常的生气 所以呢 夏令要把华沙给摧毁 所以那一年 整个华沙呢 是被轰炸 被火烧 整个摧毁到 片甲不留 所以是整个城市是 看不出来是城市的 对 真的很悲惨 在那个时候 那个年代应该是一种 毁灭的感觉 对 是整个是被摧毁的 那后来怎么把它又重建起来 那后来的话 在1945年 二次大难结束 那波兰人觉得说 我们不能没有首都 所以大家决定要来重建 这个风华绝带的 曾经的北方巴黎 所以他们就向全国人民公告 如果有当时的照片 有水彩画 画的油画 请全部都捐到 这个重建局这里来 然后他们呢 所有全部的人 会一起按照这些画 来一转一瓦的重建起来 一比一打造的那种感觉 一比一打造的 所以现在建起来的滑沙 建造起来的滑沙 跟以前是长得一模一样的 非常的惊人 这个好厉害啊 这个真的很厉害 他们没有想说要 Booting一个新的 没有啊 他们没有说 那我们就换一个样貌 没有他们到现在 他们的观念当中 就是想要恢复到1930 对 或许那个年代的 那个爵士风华 对 在他们的那个脑袋的印象里面 实在是太美好了 太美好了 连音乐都很好听 说到音乐 这就有一个 也是一个音乐家 一个名人 肖邦 肖邦 对 也是在这边生活 也是在这边生活 对 听说有一个 跟你很密切的一个连结 是爷爷的故事 对 有一个爷爷的故事 对 我们应该是从肖邦开始说 肖邦在 他在滑沙附近 就是现在如果开车的话 大概一个小时的车程 有个地方叫做Gela Sovavola 这个是那个斯拉夫语吗 对 好可爱 好可爱 名字都很长 是 对 那那个地方 肖邦就在这里出生 那当然出生之后 后来他就到 全家是后来搬到华沙市 但是这个地方呢 大家如果现在去的话 就会觉得 难怪这里会出生一个 全世界这么知名的音乐家 因为这实在太有气质了 是 那有一年 我们就带着团圆们呢 到这个地方来看看肖邦出生的地方 那正好那一年 我们就遇到一个爷爷 他就走过来 他说 我来帮你们导览 这一个地方好不好 我来介绍给你们 好热心哦 对 很热心 那我们当然很好 就要有当地人告诉我们 那更好 对 所以呢 在他的带领之下 我们就在整个这个园区呢 散步了两个小时 哇 对 那这两个小时 爷爷就讲了好多肖邦的故事 他甚至连肖邦坐在哪棵树下 看着哪个方向 然后想了些什么 还有肖邦后来他是流亡到巴黎 然后爷爷甚至有在肖邦在巴黎 或是在欧洲 他去过哪些餐厅 而且点了哪些菜 他是跟着他旁边吗 对 他怎么这么清楚 我们大家都觉得非常的讶异 因为在爷爷的叙述之下 肖邦好像跳出来 活过来的那种感觉 活过来在我们的身边 然后讲的我们非常听得如痴如醉 所以后来我们就 大家都很好奇 就问爷爷说 爷爷那请问你怎么会对肖邦这么的了解 爷爷说 因为我已经研究肖邦50年的时间了 他这辈子就是钻研肖邦的一生 他真的很爱肖邦 他甚至他就拿出一张照片给我们看 他说这张照片是我跟我的家人 我们一起到巴黎去看肖邦 因为肖邦的是葬在巴黎 那他说他去看肖邦的时候 他带着花 然后还有在从波兰出发之前 他带了波兰的一把泥土 对到巴黎去献给肖邦 我们听到这个故事 大家都热泪盈眶 是 非常的感动 真的是很感动 那所以爷爷就好多好多的故事 那后来大家就很好奇啦 爷爷那你到底几岁了 对那我们 其实我们看爷爷大概以为70岁左右 结果爷爷说他85岁 85岁 他体力很好 很福气 体力很好 还可以陪你们走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对 那我们就哇 爷爷你实在太厉害了 后来爷爷呢 他有一个白宝带 那个带子他一直抽出不同的东西 告诉我们各式各样小邦的故事 后来他抽出拿出一个东西一个证件 然后一打开 然后就跟我说 就请我也翻译给大家听 其实啊 我就是华沙起义的义勇军 对我们听到以后都觉得 因为我们才刚参观过 华沙起义的博物馆 对对对 那再来我们又看到 真的是义勇军就在我们的眼前 那这个就是一个活历史 就在我们的眼前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 对 那天也是好 那一次的那个团员很幸运 很幸运 因为遇到爷爷在这个地方 对 然后跟大家分享 对 那后来从此以后我们就每次去 我都会打电话给爷爷 爷爷 你有空来帮我们来导览介绍小邦给我们 对我想他应该蛮乐意的 他很乐意 对因为团员又问说 爷爷那你年纪这么大 为什么要这样子工作 你可以退休啦 嗯 结果爷爷说 我觉得我这样子我才开心 我在家里会没有事情做 但是我想要介绍小邦给大家 嗯 所以对他来讲 变成他的生活的重心之一 这是他的重心之一 所以只要去到波兰 然后甚至到小邦的故居 就可以遇到爷爷 大家要把握 要把握机会 因为爷爷也是蛮高龄的 蛮高龄的 对因为那个时候85 现在88岁了 哦 那今年还是会遇到他 今年还是会遇到 还是会遇到爷爷 这样有种像好朋友的感觉 对 回去的时候就感觉 跟他打个招呼 关心一下他的境况 对 就是很开心 每次回去都看到老朋友 嗯 就原在他乡 有一个朋友 可以跟我们有一个招印 对 挺好的 不过说到这个小邦的故居 延伸下来之后 其实我们刚刚老师也有提到 华沙他不是他的 以前第一开始的首都吗 他还有一个原始的首都 对 叫做克拉克福 对克拉克福 听说这个地方也是 拥有非常非常多古迹 跟历史的地方 对 这个地方他从十世纪 十世纪十一世纪开始 他就成为波兰的首都 嗯 那呃 所以他从当时的 比如说罗马式建筑 嗯 哥德式建筑 就是每一个年代 就是每一个年代还有文艺复兴 巴洛克 就是每一个年代的建筑都保持的非常的完整 嗯 那他也很幸运 因为他没有受到二次大战的这个严重的波及 嗯 因为当时 对应该是说当时德军进来了以后啊 他是把克拉克福当成他们的据典 哦 他在攻打华沙 对 当成他们的一个州的省会之类的 好 那那所以呢 这里有很多德国人的工厂 德国人的公司 嗯 那还有他们的政府也在这里 所以他们就自然也不会攻击这个地方 嗯 但是呢 像华沙就比较比较不幸 对 然后还有更北方的一个格弹斯克 他是第一个炮弹打到的地 打在那里 所以这两个城市的破坏程度都非常的严重 是 对 那只有克拉克福他就保持的非常的完整 所以现在克拉克福也被称为是 整个波兰古迹最多的地方 嗯 对 所以来到这个地方老师会带大家去哪里呢 哦 我们一定要来到旧城 嗯 但这个克拉克福的旧城呢 是中世纪的旧城里面最大的 嗯 对 就在克拉克福 好 那他有 呃 当然还有每有每一个世纪的 从十世纪开始的建筑 我们到那里在广场上 就可以看到十一世纪的老教堂 小小的就在那里 嗯 然后甚至呢 还有像有一个高耸的 如果在旧城广场上会看到一个高高尖尖的 哥德式建筑的这样的 玛利亚大教堂 哦 那这个玛利亚大教堂 他就也有他的故事 像 嗯 因为他有高塔 那传说中这个高塔呢 其实是哨兵会在高塔上面 嗯 看着 呃 有没有敌人来袭 哦 那正好当时十三世纪呢 我们以前念历史都有念过蒙古西 蒙古西针 对 那真的就打到波兰 哦 这也留下了遗迹是吗 也留下了遗迹 对 那就每 就是偶尔他们就会打过来 嗯 所以这些哨兵呢 就看到蒙古人来了 那就要赶快吹号角 嗯 提醒大家赶快进城 我们要把城门关起来 嗯 就是这样比较安全 那 那有一次他们就有一个传说故事 就是说 在哨兵看到蒙古人来袭 那在吹号角的时候 那吹要提醒大家 结果呢蒙古人呢 就一箭拿起 就是那个弓箭就拿起来 往哨兵的地方射出去 嗯 结果呢 在哨兵吹奏号角的中间 的的时候呢 就这个这把这箭 就射穿了他的喉咙 哇 所以那个音乐呢 就到那个中间就嘎然而止 哦 就突然停了 所以这段音乐啊 现在啊 我们可以在每个小时 在克拉克福的广场 在玛利亚大教堂的 高塔上面 会有专人在那里 吹奏这段音乐 然后会在一个地方 突然的停止 哦 对 那突然停止的地方 就是在纪念这一位哨兵 哇 对 这一个很有传统的地方啊 真的 所以我觉得 其实我常常觉得旅游 很好玩的地方是哦 我觉得很多的景点 嗯 或多或少 我们可能在网路上啊 看过照片 但是最值得一探的 其实就是当你到 那个地方之后 你能够了解 这个历史的背景 甚至是当年或是那个时候 曾经发生过的一些事情 对 对 你就会对这个地方 有更多的连结 对 然后你会对它印象更加的深刻 真的 尤其是像这种古迹式的 对 有很多好多的故事 它其实都隐藏在里面 那如果说我们这样子 其实真的是出国 当然要查很多资料 对 大家先爬个文 对 先爬文 因为如果这样去了 看一看它的外表 就回来真的好可惜 是 所以我觉得跟对团也很重要 要找到一个会跟我们分享故事的老师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哈喽 欢迎回来 走巴去旅行 我是佳安 今天很开心 要跟着Emilya老师 来逛波兰 对不对 刚刚我们讲了很多 波兰的一些历史背景 和一些有趣的故事 希望大家在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有更多的了解 那接下来呢 当然就是有很多的景点 要跟大家分享了 听说他们这边 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盐矿 它是波兰的一个宝藏 它是一个宝藏 怎么说啊 为波兰带来好多好多的财富 经济价值的观光 对经济价值 产值很高 对 这个盐矿呢 威利基卡盐矿 它呢是在13世纪的时候 开始开采 在很久以前就开始开采 那在14世纪的时候 就是有一位波兰国王 很睿智的波兰国王 这个国王叫 卡奇米日国王 他在14世纪上任的时候呢 他其实只有25岁 对 但是他很知道 就是我们要富国强兵 不要一直打仗 所以他就 能够用谈的就用谈的 能够用金钱解决就用金钱解决 主要是要发展国家 所以呢他就决定要把这个盐矿 大量的开采 因为在南部的波兰 它其实已经很内陆了 不像北部还有一个波罗的海 那在这么内陆的国家 其实盐取得不易 那正好又发现 这里有一个地底的盐矿 它是属于地下的盐矿 还是盐盐 所以呢 这里的这个盐的经济价值呢 就非常的高 那在波兰呢 他们也称呼盐 叫做白金 真的是 称到白金哦 你就知道 有多么的重要 有多么的重要 对 在当时 中世纪的时候 他甚至 以整个国家的税收来说 整个国家的税收 有三分之一 是来自这个盐矿 哇 所以他是外销吗 他外销 都外销 对 外销 自己用 然后也外销卖出去 所以其实在生活上来讲 的确是很必须 非常的重要 尤其在以前那个年代 对 不过现在这个 也被保存得很好 在地底下 很多人在那里 在里面有一个教堂 有一个大教堂 然后在里面结婚 对 这个教堂是可以结婚 可以申请结婚 对 很酷 因为那照片 感觉起来有点像地窖 对 他就因为这个 整个盐矿的总长 我们说如果说 矿区总长 大概有三百公里 就是几乎从台湾头到台湾尾了 这么长的距离 对耶 对啊 真的是很大 那最深的地方 最深的地方到三百二十七公尺 三百多公尺 所以可见里面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当时采矿呢 是非常危险的工作 因为地底有很多的 这些会燃烧的气体 夹碗 有很可能会爆炸的 所以对矿工来说 他们很需要心里的安定感 所以呢 矿工自己呢 就在地底下 就盖了很多的大大小小的 这个大的教堂 或者是祈祷室 那其中最大的呢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KINGA教堂 那这个教堂呢 大家如果看到照片的话 我们可以去查一下这个照片 这个照片里面就一进去 大概就是我们几乎所有的团员们 到了这个矿区 就大家就哇 哇 非常的 非常的 非常的惊艳 因为金碧辉煌 金光闪闪 但是里面所有的东西呢 都是演作的 地板墙壁 然后甚至墙上的雕刻画 还有上面的这个 看起来像水晶灯 其实是眼灯 非常的漂亮 非常漂亮 那很大 非常的大 那像墙上的所有的雕刻 有的是 大概几乎都是圣经故事 都是圣经故事 那这些都是矿工自己雕的 他们没有请艺术家 他们就是有兴趣的人就来雕刻 然后那个地魔的支瓶 瓶到会发亮 我觉得这个矿工太厉害了 真的是太厉害了 那我们说 那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教堂 花了多久的时间 花了七十年的时间 哇 他们花了七十年的时间 对 才把它完成 完成 可以说是两代 两代的时间 对对对 但是呢 只有三个人 真的啊 只有三个人来做这件事情 哇 其他人都要去挖矿 只有三个人 那三位是主管吗 他们可以不用挖矿 他们三位就 就盖教堂 其实对矿工也是一个 心理上的一个支持 对那就这三位花了总共七十年的时间 所以也就是说有可能会有很长的时间 只有一位 在里面工作 然后偶尔会有交叠的时间 可能在接下来就是只有一位 嗯 对 几乎可以说是一个人 一个人 一个人 一个人力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好厉害喔 因为其实照片里面看起来 它整个感觉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你到了一个酒窖 或者是在一个 岩壁石头的那个 一个空间里面 对对对 它弄得其实蛮温馨 或许是那个黄光打起来 黄光的关系 对对对对 看起来是非常的 呃 因为我看到的照片是有人在里面结婚 对对对 所以真的很适合 大家比如很憧憬那种宗教的 呃 教堂仪式的那种朋友 对对对 应该有蛮多人 他们当地人啦 应该会用这个地方来做 对 这样这样的一个意识 在当地就是可以去申请 嗯 然后就可以在地底下结婚 嗯 对这也是蛮特别的回忆 真的耶 像这样的这个呃 如果带大家去这样一趟 对 你觉得要在那边待多久的时间 在盐矿区吗 盐矿区 哦 我们我们每次去都待了三个 三四个小时 哦 因为太大了走不晚 呃 光是这个行程的部分呢 我们会有一个呃 我们会预定一个团体的行程 嗯 那这个行程呢 就专属于我们的团的这个行程 嗯 大概就要走两个小时 哦 对 但是 我想要两个小时会不会很累啊 嗯 其实不会 就边走边看 边走边看边聊 然后听故事 嗯 嗯 然后也很好玩 嗯 那在呃行程结束之后呢 我们通常都会安排团员们在地比餐厅 我刚就在想这件事情 来到地窖 怎么可以不在里面吃饭 对 不然会很饿 对也是啦 就运动完很饿 不是运动感觉 我觉得那个氛围完全不一样 对 就跟一般餐厅 你会觉得你来到了一个非常古色古香的地方 对 然后在这里享用一个 嗯 maybe是一个套餐 一个西式的餐点 对 感受一下当地人的那种氛围 对 那我们在地底 而且这个地方呢 它在地底下120公尺 哦 的地方 它可以说全世界最深的餐厅 OK 对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让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嗯 对 在这里用餐的感觉 嗯 配上这个美酒 对 还不赖 还不赖 好 另外还有一个地方我也觉得很有趣 它 刚刚我们在地底下 对不对 我们现在往山上走 对 来到这个号称是山中精灵 对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好 这个地方呢 我们的波兰文的名称是Zakopane 嗯 那我们是翻成Zakopane 或是Zakopane 嗯 那这个地方呢 它是在克尔巴千山上 嗯 波兰的地形其实很丰富 它除了都是平原 中间有很多平原之外呢 南部有克尔巴千山 嗯 然后北部有波罗的海 嗯 那东北呢 有湖区 是 这个湖区上面里面的湖有三千多座湖 嗯 对 那在克尔巴千山上呢 有一个城镇呢 我们叫就是这一个Zakopane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称呼它是冬季首都 哦 对 因为它叫冬季首都 冬天的时候 大家都来这里滑仙 不得不得 我想说那夏天就不在这儿了 夏天就来这里践行 森林践行 对 那是一个因为它比 位于在山上 所以它的气温比平均比平地呢 还要再更低一点 所以很凉爽 所以在这里等于是来 夏天来是来 消暑的 来消暑的 很舒服 好 那呃 所以来到这里呢 我们通常我们都夏天去比较多 嗯 我们的团都夏天比较多 所以呢 我们会带着大家到克尔巴千山 来一段森林浴 哇哦 对 往上爬 往上爬 然后践行 那我们的目的地呢 就是在山上 山顶呢 有一个冰石湖 叫做海眼湖 对 来到这里非常纯净天然 很清澈的这个海眼湖 大家这个森林践行呢 走了很长一段 然后到了海眼湖 大家就会觉得 非常值得 心旷神医 对 心旷神医 而且很值得 很值得 其实我有稍微看一下 老师的那个照片 这是你的粉砖的照片 大家可以搜寻一下 哇 真的是 波兰的这个大自然景观 非常非常的壮观 对 就 虽然它不是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国家 可在他们的这个自然景观里面 呃 可能有一个一夜偏舟啊 有个船啊 甚至是搭上的一个湖啊 对 非常的漂亮 而且非常的舒服 很舒服 对 他们的人民的个性就像这个感觉 咦 像你以前在念书的时候 假日你们也是往山上跑吗 也是往郊区跑 我就 像我们台湾人的话呢 习惯就是往人多的地方去 是这样子吗 不是吗 我就是 就想 我以前刚到波兰的时候啦 想说 那放假应该来去逛个街啊 可惜那里就是没有KTV 所以 就是逛个街 那我就有一次就问了同学们 说 那你们 放假的时候你们都在做什么 你们都去哪里 然后同学哦 每一位同学都很年轻哦 他说 哦 我们就是喜欢去公园 去森林 然后去干嘛 去散步啊 去晒晒太阳啊 就是 大家的习惯都是一样的 所以他们的假日就是往山里跑 往树的地方去 好健康哦 很健康 很健康 那我就 当时听到当然很惊讶 觉得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你几岁啊 怎么会有这样的休闲活动 对 但是 后来 后来觉得 住久了以后 就觉得他们的个性 就是很天然 就是 很向往自然的一个民族 所以他们在自然保育上面 做得非常好 哦 所以跟这也有一些关系 有关系 所以现在像欧洲 以前有一种动物叫做欧洲野牛 那以前当然是遍布整个欧洲 可是现在只有波兰才有 哦 对 那这些野牛 它就一直往东边退 退到现在在波兰的东部 这里有一个自然保育区 哦 那野牛就生存 生活在这里 哇 所以其实他们其实 在做保育这块 其实是蛮用心 很用心 对 那整个国家有23座国家公园 嗯 对 非常惊人 真的耶 所以假日其实很多地方可以可以去走走晃晃 对 接近一下大自然 所以老师你刚提到这个冬季的首都 好对 如果大家冬天去的话就可以去滑雪 去滑雪 对 那夏天去的话就可以爬山践行 然后去看这个 哎 这叫做海眼湖 海眼湖 对 冬天的时候它会有溶雪 对不对 哇 冬天的海眼湖我也上去过 好几次 冬天的时候就是整片都是白的 山上也是白的 湖也是结冰的 全部都是白的 但是是另外一种壮观 嗯 所以它的春夏秋冬看起来都不一样 嗯 四季的变化 四季都不一样 是的 这样的美景 实在是 怪不得你很不想回来 哈哈 好了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哈喽 欢迎回来 走吧去旅行 我是佳安 今天很开心哦 跟佳莫利亚老师呢 一起来逛波兰 我们刚讲了很多 来到波兰 你必去的一些景点 包含了是这个盐况啊 或者是往山上一点爬 来到山上去见 甚至是看这个海岩湖 嗯 另外还有一个地方 其实我觉得也是蛮值得一提的 嗯 在这个波兰 说大不大 但说小其实也不小的一个地方 对 他们其实因为有着历史不同的 可能是战争啊 或者是交融 在这里也保存了一个好像是在波兰 但你又好像身在德国的一个地方 这是哪里啊 好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在波兰的北部 在出海口的地方 有一个城市叫做格旦斯克 哦 它是靠近港口 它是港口 对 那这个格旦斯克 我们以前在历史课本上呢 可能会看到一个名字叫做旦泽市 嗯 其实就是格旦斯克 对 只是一个是德文的发音 一个是柏兰的发音 原来是这样子 对 对 那这个这个格旦斯克这个地方呢 因为它得天独厚 这个地方它也是琥珀的产地 它可以说是世界琥珀之都 对 所以它也有一个说法 就是它其实是商人之前在做一些交易 贸易的时候 对 毕竞的地方 毕竞的地方 因为他们必须把这个琥珀呢 往南运 然后迈到其他的国家去 所以这样子从格旦斯克一路往南 穿过整个波兰 到其他国家 这条路呢 就被称为是琥珀之路 它有点像是以前东方的思路 对 有一点这种贸易的感觉 对 其实像这样的贸易的关系 往往会看到很多东西方不同的文化 对 跟样貌 对 就是存在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它的建筑呢 时常让我想起 这个真的跟德国德式建筑非常的像 非常的像 那会有这样子的源源 主要是在过去也是在13世纪的时候 我们刚刚讲过了蒙古西征 对 其实在当时还有另外一个战争 我们叫十字军东征 大家有看历史 以前小说念过历史一定都知道 都听过 对 十字军东征 对 那十字军东征当中有一个军团 叫做条顿骑士团 那这个条顿骑士团 其实男孩们会对他非常的感到亲切 因为他们在玩电动的时候 手游里面都有啦 电玩里面就会有这个名字出现 是 对 那条顿骑士团是被波兰的一个王子 邀请到波兰的北部来驻守 其实他的用意是要保护他的领地 但是后来条顿骑士团来了之后发现 哇 这个地方很棒 住下来了 对 他就觉得这个什么 种什么长什么 然后还有很珍贵的琥珀的宝藏 所以他们就决定留下来 而且也建了自己的国家 所以波兰后来是花了两百年的时间 才把他们解决 干走 对 你怎么站在我这儿不走呢 对 那所以波兰基本上北部 尤其是格旦斯克周遭的很多的城市呢 其实是受到日耳曼文化的影响 因为条顿骑士团他们是日耳曼人 那所以在格旦斯克就会有很多 很浓厚的这个风情在 那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这个地方呢 他很特别就是 后来这个地方是波兰的了 但是住在这里的人有97%是德国人 是日耳曼人 只有这个城市哦 97%是日耳曼人 只有2%到3是波兰人 所以他很难管 就是是波兰的领土 可是很难去管理他 所以他后来被作为一个自由式存在 他历史地位很特别 是 所以换句话说来到波兰 其实我们大概会用什么样的路线 带大家去逛 当然如果说像我们这样子团团一起出发的话呢 我们会尽量减少拉车的时间 因为不然真的很大 他随便开一个车程就是可能四到六个小时 四到六个小时 所以呢我们会尽量要减少这样的情形发生 所以我们会 我会建议如果说可以的话 我们从北方 像我们自己的话 是从北方格旦斯克进去 那一路往南 然后一直到 这个克尔巴千山 然后到最南端的Zakobane 然后回台湾 就是从克拉克福回来 对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减少很多拉车的时间 对等于说 有点像北进南出这样子 对北进南出或者是南进北出也可以 对那就看自己的安排 哇其实这样还不错 就是等于是说 你每在个地方 你在那边玩玩之后 你就往下个地方移动了 对 就不用来来回回 对 不过出去玩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吃啊 对 来到波兰 波兰的美食 赶快请老师帮我们分享一下 你在这边住八年 对 你有没有学到几手 有有 我们每天都吃波兰菜 真的假的 哇老公有口福了 好那来到波兰我们要吃些什么 必吃的 必吃的话 我们推荐几个 如果说这个煮菜的话 我很推荐一个叫做苹果烤鸭 对苹果烤鸭 那它的苹果会入菜 苹果会入甜点 甚至汤也有做成苹果汤 真的很特别 为什么呢 因为波兰呢 大家可能不知道 波兰是全世界最大的苹果出口国 不是加拿大 不是美国 不是日本 是波兰 真的啊 所以它有一个称号叫做苹果女王 原来是这样子啊 是的 所以他们的苹果多半都会在甜点啊 对 或者主餐 里面会看到 所以那这个苹果烤鸭呢 鸭肉里面有苹果的香甜味 哇 那吃起来真的很好吃 一定要必尝 必吃的美食 还有呢 还有另外一个呢 我们这个国民菜有一个叫做beagles beagles 我们中文会翻成猎人炖肉 对 那这个猎人炖肉 这是一个很家常的菜 那它非常有名 但是在餐厅呢 不常看见 为什么呢 还有点像那种 home mat 手路菜 对 但是餐厅的话 他们都会做 每个人都会做 那但是为什么餐厅不常看见 因为这个 这道菜非常困难 困难就是说 因为它比较复杂 那这个 它有个故事就是 以前的人呢 就是太太 先生要去打猎 那太太很怕先生打猎 因为他不是早九晚五 所以出去好几天 可能没有办法回来 所以会帮他准备很营养的东西 就把所有的肉类都炖在一起 把菜 酸菜啊什么都炖在一起 菇类都炖在一起 变成一个 有点像 我们的像酸菜白肉锅 好像 当时吃起来不太一样 但是就是这样 一个大杂烩的 这样一道菜 很营养 让先生带出去 然后随时就可以补充体力 是 所以我们叫猎人炖肉 但是呢 在当时要煮这道菜啊 在古代啊 煮最好吃什么 怎么样最好吃 要煮七天七夜 即使是现在啊 还是得炖个两三天 就是如果能够炖越久 把它炖到很软烂 很软烂 对 然后味道都进去 有朋友告诉我 炖个两天 当然不是24小时一直炖 就是炖了冷了 然后再拿出来再炖 再炖煮这样子 这样两三天是最好吃的 所以餐厅通常都不在做这道菜 太辛苦了 最近只能在比如同学的家里 妈妈做 对 或者是说像我们的话呢 我们就会因为有这样 这么多人一起去 我会在一个礼拜前 先预定 告诉餐厅我们想要这道菜 让他们有机会可以 有时间可以准备 不用现场点 对不用现场点 所以大家就可以品尝到这道猎人炖肉 那甜点 甜点的话呢 有两三个甜点我蛮推荐的 一个呢就是也是苹果 它是苹果派 波兰苹果派 里面满满满满的苹果 在里面很丰富 然后再来呢就是 我们说起司蛋糕 那这个起司蛋糕是用白起司做成的 波兰有一个很特别的白起司 我们在很多地方都买不到 这是波兰很特别的 这个白起司做之外 非常非常好吃 很香很浓 那这里要顺便推荐一下 波兰的这个乳制品 波兰乳制品的品质很高 而且波兰人很重视 这个乳制品的生产过程 养牛的时候会 让他们有很舒服的环境 而且要播放肖帮给牛皮 这样子呢 牛就会产出很棒的牛奶 所以那牛奶真的很好喝 而且很便宜 很多时候在国外喝牛奶 都比喝水便宜的那种感觉 今天真的很开心 今天Emily老师 跟我们分享好多波兰的历史文化故事 当然还有美食 以及大家必去的那些景点 不过如果大家呢 想要跟着老师去听故事的话 现在也是有机会的 听说好像八月跟九月 都还有在筹备开团的部分 可以跟着Emily老师 一起去走走广广 欢迎 好啦那就谢谢老师跟我们的分享 也期待大家可以一起到波兰 感受一下这样的人文风行 欢迎一起来波兰玩 好谢谢咯 拜拜 谢谢拜拜 拜拜